大家好,欢迎来到会生活频道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这种神奇会变色的羽翼甘蓝 这也是今年早春时节在我们从种子播种 并已经收获的第二种蔬菜 采收的时候就按照顺序 依次由下而上剪掉它脚大的叶片 然后它就会从顶端继续生出新的枝叶 可能之前看过我们的视频的朋友 对这个羽翼甘蓝有一些了解 它是我们在今年2月中的时候 用种子播种的 在播种后的第一个月是先在室内育苗 由于当时用的是去年剩下的种子包 所以里面只剩下了三颗种子 刚好育苗的这三颗都很顺利的长大了 这种原产自英国60天早熟醒的羽翼甘蓝 是非常神奇的 它在遇到寒冷的天气时 叶子会变成紫色 在正常温暖气候的时候 它的叶子会变成绿色 像是一个神奇的植物温度计 我在羽翼甘蓝育苗的前一个月是把它们放在室内的 所以这三颗植物长得大小相同 于是我们对它做了一个种植试验 测试一下耐寒性和颜色变化 在当时夜晚气温零下2度左右的时候 把它们三个都移栽到了两加仑的花盆中 其中第一盆直接放在室外 不加暖棚保护 直接露天摆放 第二盆同样是放在室外 但是在夜间盖上一个塑料罩 模拟一个小暖棚 第三盆是继续在室内靠窗的位置养殖 过了几天 我们发现直接放在室外 第一盆羽翼甘蓝最外侧的叶片 在夜间温度为零下的时候 有被冻伤的痕迹 然后从中间又继续生长出新的枝叶 然后夜间温度继续零下 它的叶片继续被冻伤 直至夜间温度稳定在零上5度的时候 它的叶片才开始维持正常生长 第二盆在夜间有覆盖小暖棚的羽翼甘蓝 叶片没有明显被冻伤的痕迹 但是生长速度较慢 叶片颜色也是呈紫色 第三盆放在室内种植的羽翼甘蓝 成长速度明显较快 而且整盆叶片的颜色都是绿色 于是我们把第三盆在室内种植 绿色叶片的羽翼甘蓝搬到了室外 结果仅仅过了两天 所有的叶片 颜色瞬间就从绿色变成了紫色 随着这两天温度陆续回暖 夜间温度最低只有6度 所以看到顶端新长出的叶片颜色 又开始变回绿色 我们喜欢种菜 而且通常一类蔬菜 我们通常选择种植几个不同的品种 来比较它们的生长习性 比如今年我们一共种了三种羽翼甘蓝 紫色是其中的一种 我们还另外种了卷叶形 和一种意大利传统的鱼甘蓝 明显感觉这三种鱼甘蓝 它们对生长温度的要求 光线的要求都是不同的 所以种菜的时候 很难通过种一种菜里面的一个品种 的就几颗来概括这种菜 它全部的生长习性 我们也是尽可能尝试多种一些蔬菜的品种 来比较同类蔬菜不同品种生长习性的差别 然后在这里分享给各位种菜的朋友 总之这种紫色会变颜色的羽翼甘蓝 是我觉得最神奇的蔬菜之一 喜欢的朋友不妨尝试一下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